昨天就是中常委跟博委吃饭 就是吃了老干面当 那外界就认为讲中央很故意 那其实本来好像有常委呢 就有订单包帮同事讲台庆声 可是后来又说到说就是担心多部交点 你的问题很故意 你的问题很故意 我不要回答谢谢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 我们今天中午讨论最主要的议题 我们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减少这个阵痛体 然后整军出发 我相信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团结 这个部分应该是未来会持续的在讨论当中 我相信未来会给大家一个反应的答案 谢谢 听到我的同事顾问 我说刚刚中午吃了一个老三便当 难怪有这么好吃 越吃越耍锤 不够好吃又健康 一定定定定定定定 我不完美的地方就拜托中常委 帮我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只有一个目标 只有一个信心 所以我做的不足 做的不够 也需要大家给我指导的 请各位 麦克希 其实这个是平常供应党中央的便当 是一个庶民便当 我觉得你假设拿来做一个议题操作 真的不合适 我觉得就是跟一般大家吃的便当一样 那你假设要用它的名称去操作 我觉得不太合适 也不太好笑 如果说真的是老三餐盒又怎么样呢 我们把老三餐盒吃的光光 不就变成是我们不会再老三了吗 我们就变老二 我们之后就变老大 如果说大家真的那么在乎 那个餐盒的名称的话 以后中常会天天订冠军餐盒 会不会更好呢 所以其实有自信 我们就不怕任何的挑战 有自信 我们就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一上车听到我的同事跟我说 刚刚中午吃了一个老三餐盒 难怪有这么好吃 越吃越耍水 有得好吃又健康 一定定在一名